好 接着还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幻灯片默认的时候是什么 它应该是可以自动播放的吧 是吧 我们幻灯片如果你不理它的时候是怎么样 它自己在那播放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吧 目前的话我们的幻灯片怎么样 它是不能自动播放吗 需要我们自己点 是不是这样的 按理来说 它是应该可以自动播放的 比如说我们不理它的时候 它自己往后面播 那么这个自动播放的话 实际上也比较简单就是说我们开个电视器 开个电视器的话 然后让它一段时间怎么呢 加一个LowLi 是吧 加一下 然后再Move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么做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让它什么呢 如何让它自动播放啊 自动播放 好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加一个电视器 是吧 加电视器 这是这个Move函数啊 加电视器 那么怎么加呢 电视器实际上就是做了这个 向后的这个按钮的操作啊 实际上是有个人相当于是电脑在不停的 它自己在点Lagster 是吧 相当于是电脑自己在点这个Lagster这个按钮吧 是吧 电脑自己在点啊 不是我们自己点 是吧 电脑自己在点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这个Lagster怎么做 是吧 它常常也是闹家家啊 闹家家啊 那的话它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开个电视器啊 开个电视器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就是 我们可以先定一个这个全局变量啊 全局变量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定一个Var一个什么Timer 是吧 Timer等于一个Lagster 什么意思呗 我把这个放在这里面呢 先让它用一个Lagster给它一个站位 这个时候它是相当于是 在这里面相当于是一个全局变量吧 我就可以在其他地方用它 是吧 在其他地方用它 申明一下 是吧 在这里申明一下 就是在这个函数里面 在这个方格型里面 我就可以任意地用它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任意地用它啊 好 那么的话 我在下面就开个电视器 然后是什么呢 Timer 是吧 Timer 就等于一个什么 等于一个 Set Interval Set Interval 是吧 Interval Set Interval 就是反复执行的电视器吧 好 来一个什么呢 Interval 里面来一个什么 来一个什么 Function 是吧 Function啊 好 Function 然后这个干嘛呢 是吧 这个的话就是 要什么呢 一样的是吧 它来个怎么样呢 Low++ 是吧 LowLi++ 啊 好 咱们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是吧 做了这个 是吧 做了这个事情啊 做了这个事情啊 做了这个事情吧 然后是什么呢 假如说是 呃 三百 三秒钟动音式啊 三秒钟动音式 是吧 三秒钟动音式 好 这样子 是吧 Set Interval 等于这个 Low++ 啊 好 这个时候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看一下三秒钟 是吧 是不可以啊 是吧 可以吧 三秒钟动音式啊 好 这个是自动播放 是吧 自动播放完成了 那么自动播放完成之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效果我们还没做 就是什么呢 这个换灯片 我们鼠标放上这个换灯片之后应该怎么样 自动播放应该停吧 我们离开之后怎么样 它才什么 它才再开始播放啊 是这样子 是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 放上去什么 应该把这个电视器给清掉 是吧 然后离开的时候怎么样 再开一下电视器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什么 就是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谁的 这个hover的什么呢 做一个hover的这个事件啊 做哪个hover的事件呢 我们来做这个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整理这个换灯片的 它的这个hover 是吧 是不可以啊 这个hover啊 好 不是hover 那一个什么呢 猫enter和猫leave吧 是不是就比较好啊 是吧 猫over和猫out 是不是有 有一世界冒泡啊 是不是不好 是吧 好 我们用猫enter和猫leave啊 好猫enter和猫leave的话 我们可以那么就 一开始没有获取它 是吧 那么我们获取了它啊 就是y一个什么呢 就多了slider吧 sl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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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这个dollar 什么呢 他是吧 他吧 他 那么的话他干嘛呢 他在下面的时候怎么呢 就是 他什么 他mouse over的时候 是吧 mouse over mouse enter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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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function 方式干嘛呢 把这个定时器给清了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clear clear interval 然后这个timer吧 是吧 timer timer 好 click interval timer 好 然后是它mouse leave的时候 是吧 mouse leave l-e-a-v-e 应该是这个吧 mouse leave mouse leave的时候 是不是也得再开一下这个定时器啊 再开这个定时器 我们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定时器暂停 或者怎么样的 还得重新写一遍啊 比如说还得写一下 比如说timer 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sata interval 还得重新写一下啊 重新写一下 这个是不是有点麻烦了 是吧 有点麻烦啊 有点麻烦之后 我们还是把这个函数把它放出去 把这个函数拿出去啊 函数拿出去 然后是 拿出去叫一个什么呢 叫一个什么呢 function是吧 function这个叫autoplay autoplay这样一个函数 是吧 autoplay干嘛 就说这三件事情 是吧 这三件事情啊 好 这这三件事情 好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写什么呢 写的什么 简洁一点吧 这个写autoplay吧 autoplay 这是autoplay吧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setup 这里再写一遍是吧 再写一遍啊 这里再写一遍 好 好 这么写完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是吧 mouse enter mouse leave timer 开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这个是 自动播放 是吧 好 自动播放 好 自动播放 我鼠标放进去 没有了吧 是吧 鼠标放进去没有了啊 好 点击 点击是吧 点击 好 点完之后 我鼠标移开 怎么样 是不是接着放啊 是吧 接着放啊 接着放 好 这个没问题了 是吧 好 你看 好 这个基本上做好了啊 基本上做好之后 蛋白的话 可能还会有点点问题 是吧 还会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放上去没问题 是吧 那么在我们什么 使劲点的时候 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是吧 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加个stop 是吧 加stop 加stop的话 可以解决一点点问题 好像这个问题 好像还不是 太好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假如我加stop 那么这个里面 是不是都得加stop 都加stop 是吧 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 加这个stop 是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 更好的方法 告诉大家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在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的时候 切换的时候 是吧 如果它这个动画 没完成之后 你再点 让它失效 是不是可以啊 直到它完成之后 我才可以点 是吧 那这就没这个问题了 是吧 就是防止什么 用户暴力操作吧 如果暴力操作 就是拼拼这点的时候 是吧 我要防止你这种操作啊 那么这个时候 可以怎么做呢 就有一个技巧 什么技巧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开关 用一个开关 什么开关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啊 好 一个什么变量呢 我们来定义这个 一个变量 定义一个什么呢 变量呢 定义一个这样一个变量啊 比如说 挖一个什么呢 挖一个 ease move 啊 ease move的话 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先等于一个什么 啊 force 先等于一个force啊 就是定义它 是一个force啊 然后的话 我们暴力操作 实际上 主要在在 这个左右箭头上面吧 这个原点 应该没有什么暴力操作吧 应该没有什么暴力操作啊 其实主要在这个箭头上面 我们拼命的点 主要是这个箭头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上面 怎么样呢 来给它加个开关啊 好 加个什么开关呢 那么这个 这个箭头是吧 这个箭头啊 好 这个perview箭头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 然后怎么样呢 好 在这里加个判断啊 加个什么判断呢 依附什么呢 依附这个 依附这个 ease click吧 ease move吧 这个是不是一个 什么 不耳质啊 是吧 是一个不耳变量 是吧 那么的话 我把它ease 如果是它的话 那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return force啊 拿一个return return就行了 就说如果这个是 true的话 怎么样 我就return吧 什么意思啊 如果它是 true的话 我就return 这个 下面这句 是不是就不止行了啊 它就不止行了嘛 是不是就回去了 就是你点这个按钮 点得没用 是吧 默认它是不是等于force啊 默认等于force之后 它进来之后怎么样 进来之后这个什么 这个这一句是没用的吧 没用的是吧 是执行这一句吧 是吧 执行这一句 然后进来之后怎么样呢 把这个什么 ease move 把它改一下值 改成一个 true 好 改成一个 true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你点第一次的时候 它是不是可以进来呀 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是等于force吧 等于force这个没用 是吧 然后把它复制为 true 然后接着执行下面的 下面的这个操作吧 是吧 好 你再接着 马上再点一次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变成 true了 这个是不是卡住了 是在这里卡住了 卡住的时候 永远在这里卡住吧 是吧 永远在这里卡住了 是吧 好 我们把这个也写到下面来 写到这里来 写到这个legster 写到这个legster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样行不行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刷完之后 然后比如说 我点一下 向下 是吧 好 再点 是吧 好 点一下 向下 是吧 好 再点 这个什么有用呢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比如说这个地方 Is mov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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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我来谈一下这个啊 比如说谈这个Legs的吧 谈一下这个Ismo Alert一个什么呢 Ismo 好 谈这个Ismo 我来刷新一下 好 这默认应该是播放了 是吧 放上去怎么样 应该是不播放了 是吧 放上去不播放 然后的话我点这个向下 是吧 然后是Force Force完了之后再点 True 是吧 再次True吧 是不是没用了 是吧 点不动了 是吧 是不是点不动了 永远是True 是不是点不动了 是吧 好 这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我把这个Alert把它清掉啊 好 清掉之后这个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再来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放上去 它不动 是吧 它不动之后然后点下一个是吧 再点的话点不动了 是吧 再点的话怎么还会动呢 嗯 这应该是这个 这应该是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自动不放 自动不放让它动的啊 嗯 我点这个的时候 嗯 点这个的时候啊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现在是什么先把它什么呢 先把它什么在这里卡住啊 我我总有个地方要把它 要把它什么呢调回来是吧 调回来在哪里调回来呢 实际上在它运动完之后把它调回来就行了 啊 运动完之后把它调回来 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 呃 我们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整体选到最外面去吧 可能是这个 Mouse Enter和MouseLeave可能是 呃 受到这个的影响了 受到这个的影响 就是哪个的影响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选择的是什么 这个Ul吧 选择的是这个Ul 是吧 选择的是这个Ul吧 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鼠标放在这里来的时候 相当于是MouseOut的吧 是吧 MouseLeave的相当于是吧 是不是MouseLeave的 所以说我们最好是把这个什么呢 选择它啊 选择它 放到它上面就好了啊 就是说我们刚才Mouse Enter和MouseLeave是它上面做的吧 那么我们鼠标放在这里来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是什么 MouseLeave的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它的上面啊 放它上面就没问题啊 好 比如说这个应该是这个Dollar Slider 放到它上面啊 把它获取到啊 因为它怎么样 它是不是包括这所有的东西啊 包括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在它上面 Enter和Leave 应该说是没问题的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啊 总觉得有点奇怪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然后默认是什么 播放了是吧 好 放上去它就不播放了吧 放上去不播放了啊 放去播放之后 然后我再点 再点是没问题的啊 就刚才有那个bug 是因为什么呢 我放到这个箭头上 相当于是MouseLeave了 是吧 好 这个没问题了 是吧 那么点不了 现在已经卡住了吧 是吧 因为那个东西使用得于True啊 好 使用得于True 我们在哪里改呢 在这个地方改就行了 在这个什么 Move的时候改一下啊 Move的时候怎么改呢 就是这个地方 Move是不是有个回调啊 Move有个回调啊 回调的时候 Function 这个地方改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动画完成之后怎么样 它会做一个回调函数啊 会执行这个函数吧 这个函数干嘛呢 就把它改成Force就行了 是吧 这个地方把它改成Force啊 就是EaseMove等于Force啊 EaseMove等于Force 这个地方是吧 好 加到这几个地方哪就行了啊 加到这个地方哪就行了啊 Fundation 好 这个的话 EaseMove等于Force 好 其实的话 这两个是什么 它是可以合并的 看见没有 是吧 合并的 你比如说 这两个地方 这一句和这一句 是不是都执行啊 看见没有 这一句和这一句 是不是都执行啊 然后的话 这两句 也是不是都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 都执行吧 都执行之后 实际上我们可以什么 把这两句拿出来 比如这个地 这一句可以拿出来 是吧 拿出来 放到这里来啊 这句拿出来 放到这里来啊 所以这一句 可以不要了吧 是吧 都会执行这一句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两个是相反的啊 这一句也可以拿出来 是吧 拿出来的话 这句可以不要了啊 就可以把它精简一下啊 下面这个可以精简一下 好 精简一下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回掉了 就放到这个下面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来个什么呢 放个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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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什么呢 一日木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force 是吧 好 这个就一个了 是吧 就是 供这一个 是不是这样的 供这一个 这个的话就做了一个开关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回掉的时候 再把开关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进去 是吧 就是我每个动画完了之后 再把这个开关打开啊 这个开关怎么打开呢 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个开关 如果这个地方是等于force的话 这个开关就是相当于不卡了吧 不卡之后 就可以做这里的事情了 它进来的时候 马上把它变成true了之后 相当于这个开关就开了 是吧 这个始终是true吧 这个始终是return吧 那么始终就卡在这里 是吧 卡在这里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这个动画完了之后怎么样 就这个地方就等于force了吧 等于force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点了 一只force 这个地方又是什么 执行不了吧 是不是又执行这下面 下面这个地方啊 好 这就是关于它的原理啊 好 这个的话就可以阻止它的暴力操作了啊 好 这个时候再看一下啊 那么默认是什么呢 自动播放 是吧 好 放上去的话 它就放不了了 是吧 放不了之后怎么样呢 我再点 是吧 再点 看到没有 是没那个问题的啊 是吧 没那个问题的吧 我始终是怎么样的 在这一针运动完之后 才能点下一针啊 好 你不能怎么点 怎么样 是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好 这个也一样啊 这个也一样 好 这就是这个幻灯片的那么的 具体的解决方法啊 包括这里有个bug 刚才已经解决了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用了一个开关啊 那么基本上的话 我们这个幻灯片的话就做好了啊 大概是这样子做了啊 好 好